回去了 弄不好 我就说了 买的时候不用加我的名字 你非要加 喂 你还是说一定要加我的名字 小白迪 大家好 我是小雅 大家好 我是万里 外国媳妇在中国购房 能够顺利的拿到中国房产证吗 答案是可以的 我跟小雅 为什么迟迟没有拿到中国这边的房产证 是因为知写咱们录信息的时候 信心有误 所以说才迟迟没有拿到 之前名字的问题 我们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但是搜楼部告诉我们说 还要去国安局开具一个相关的证明 然后再给他们交过去 今天我就带着小雅一起去看看 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证明给开到 关于小雅的三个名字 可能上一期视频里面 万里没有给大家解释的特别清楚 现在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之前购房的时候 我只用了小雅的一个名字去买房子 就是用了它英文名字 护照的 对护照上面的名字买房的 所以说买房的流程是没有错误的 只是在后期交税的时候 因为在咱们中国办理这个房产证 必须只能用中文名字 所以说房产证那边 我们就给它翻译了一个英译的名字 给过去 但是搜楼部这边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就是以前我们在公安系统里面录的这个名字 就叫王雅 所以说加上英文名字 再加上小雅的英译过来的名字 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三个名字 等于你是有三个老婆 对三个老婆就是同一个人 这下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 这些天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帮我们出谋 话策也是真的是感谢大家了 办一个房产证跑了两天 现在终于把小雅所需要的手续全部给办完了 一会咱们就去搜楼中去把这个资料交过去 顺便问一下看看多久能够拿到房产证 小雅还在车里面等着呢 走吧回去了 弄不好弄不好 我就说了吧 买的时候不用加我的名字 你非要加麻烦那很 不用加我的一行 开玩笑的 答应你的事情能不能给你搞定吗 还是可以弄 真的可以 一会咱们就拿这个文件到那个搜楼部交给他们就行了 就可以办咱们的那个房产证了 对了 上来啊 等什么 好 往往里 梦通梦乃根亚 怎么这么高兴啊 嗯 刚刚你还在说不加也可以吗 听她说可以加了就这么兴奋了 能加就好呀 是不是吗 嗯 走走走 赶紧开车 行 好 拜拜 嘿嘿 有这个东西 我们的条件就不合了吧 对 确定能叫我的名字 没问题 放心吧 嘿嘿 哇 真的等了很久 嫁给你 嫁到中国不只幸福 你还能让我在中国有自己的房子 真的太好了 谢谢你啊 谢谢我干啥啊 走吧 走快一点 哇 哈哈 我有房子 拿到房产证有我的名字 在真正是我的房子知道吗 有没有房产证 这个房子都是我们 他跑不了的 哈哈 走吧 走吧 走快点 来来来来来来 是不是九十开门 有没有 三个月 慢点五十 七三 七三 我不相信 我 你先拿出去吧 你先拿出去吧 交好了吗 这么快 交好了 他又不负责这个东西 他只负责收集材料 嗯 他说有问题的话 再给我们沟通 需要什么 手续再交给他 我问他什么时候 能够拿到房产证 嗯 他说他也不知道 不确定 哦 你看你还高兴的 看你 你不说可以了 我肯定要高兴 等吧 睡了 等等等 反正现在浩浩也上学了 照看他房产现在也没用 是吧 拿到也是放在家里面睡觉 行 心态乐观一点 说不定还要早点拿到了 嗯 还有一个事了 我问你一下啊 你不是有两个中文名字吗 嗯 就是你那个音译过来的 加上网亚 你更喜欢哪一个名字 我那个老卧名字 音译的名字翻译出来 还有网亚是吧 嗯 喜欢网亚 但是很遗憾的告诉你啊 啊 以后如果说拿到皇产证的话 它是你这个名字哦 翻译出来的名字 从此你以后不会再有王亚这个名字 你叫我王亚就行了吗 对 这主要一点就是以后拿绿卡 可能也会是这个名字 因为你房产证都是这个名字 也行嘛 反正等拿到中国绿卡 我就高兴了 行不行了 行 行 到家了 干啥妹妹 赠料都交上去了 还点通知 赠料不够啊 再补 就是接触你是写的什么名字呢 洗的网亚的老我名字 洗老我名字不得 而不洗那中文名字吧 网亚 嗯 洗网亚啊 这个网亚不行啊 以后只能 嘿嘿 洗他的老我名字 你晓得哪些不老我名字呢 都不晓得 哈哈哈 你看 夹过来这么多年了 妈连你的老我名字都不知了 哈哈哈 读嘛 这就是你欣赴这个老我名字哦 通通 你要啥 什么呢 啊 那个是文王 啊 通 还有这个呢 汤 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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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阿代偉 你是喊那个嘴 你喊 什么 你言详 都不最多 明 stripes 什么 读的 difu 颚 啊 嗯 能够搬回去行吗 搬回去得了呗 管哪个 嗯 搬回去得了 反正是你名字嘛 哦对 我们去喊你王牙嘛 哦 老公嘛就说你了 好 这边管哪 搬回去得了 好 喂 你以后一定要奖来王牙的名字 你让王牙前夜外夜的 加在我们的周末来 你不写他的名字 所以就不对了 放心吧 今天要给他奖来 你唱 爱你 嘿嘿嘿